He found his rest, Loving you, Saving you Hello,今天是最後一集 五集裡面是最後一集,下次有機會再找你一起聊天 好 Anyway,剛才我們聊聊聊的時候,也在說有些改變 你分享一下 以前我都是那種讀經、祈禱、靈修 就是這一集要做的事情 當你軟弱的時候,他很喜歡說軟弱 不做了,總是覺得不舒服 很喜歡說軟弱 有些很掙扎,覺得很虧欠 但自從我明白了,其實事情的真相是怎樣 原來我們是恩信、清義的是什麼呢 以前我經常覺得,我相信,我是信 我叫圖,但我完全不確定 就算去參加很多那些什麼班 陪寧也好,那一刻是很感動的 很震撼的,但日子久了又打回圓形 這好像是一個生命的循環 是,我也跟你分享一下 那一刻我有一期,因為我認識的一個姊妹 傳聞有一些癌症腹發的事情 令我心情很down 覺得,down到我真的不知道有些什麼可以做 然後我第一次去做禁食 真是禁食,那時候禁食是因為個人真是灰燙 其實不是很久以前,其實是近一兩年 禁食的時候,禁食了一天 不是,不是很多,你看我浪費才知道 禁食一天的時候,其實不是禁食 禁食的時候,覺得自己很渺小 和沒什麼辦法 和真是,個人太灰灰 或者是極度無為偶吃的禁食 禁食一天,不斷地祈禱的時候 到最後,我獲得到禁食的力量和禁食的奧秘 禁食的奧秘就是告訴你,其實是沒有用的 人所做的一切,不 不,採取一下禁食的禁食 沒有用,其實是人做什麼,是微塵做什麼 是沒有用的 你想一下,你家裡的螞蟻在桌上爬 在這段時間禁食的時候的領袖 你的螞蟻在你家裡的桌上爬的時候 突然看著你的螞蟻在那裡禁食一天一天 有沒有用呢 你可能也會禁食它 螞蟻骯髒的東西彈了它 人類,其實相反來說,人類在這個世界裡 真是都是髒過那些髒的東西 在我們北極的兵龍一堅 我們仍然是噴噴聲這樣做 把口又說夠不敬,什麼什麼什麼 我們家裡又開冷氣又開燈 我們最後都是這樣 我們可以做些什麼 人類去到某個時候禁食在上帝面前 值得有任何一曬嗎 那些人覺得禁食在上帝面前值得一曬那些人 我覺得他們真是已經有一個 該死的心態在後面 但是這些領袖正在禁食裏面 我領袖得到 就是說人 憑什麼去影響上帝的決定 到最後 但是 心裏面也有一些立喊 禁食到底也有一些立喊 有一個呼喊 希望上帝 憐憫 詩恩 被指迷 希望癌症 能夠被拿去 拿去 此時 最終是一個 一個完全沒有能力的 禁食 將禁食自己所換回來的那種感覺上的功德 都在上帝面前擺下 有什麼 比十字架還實際 我覺得 真真正正地見到一切的時候 你除了耶穌一個十字架之外 還有什麼可以在上帝面前配得去claim 難道我們用回我們人類那種思維 蕭漿五千萬就等於五千萬嗎 你擺明是幾元一搭 這五千萬 你靠的時候怎麼換 但是我們照做這些一雙情願 我就是說 你禁食 世界是不是因為禁食而得到任何的祝福 你吃小餐就吃過餐 沒可能的 大家醒啊 但是禁食會讓我們知道 人類多麼了少 還有沒有力量 反過來我們在武力量的盡頭裏面 才能夠完全依賴十字架的功德 去依靠這件事在上帝的祈禱裏面 所以到最後禁食會帶給一些基督 一些Holier than Doubt 的概念 還是禁食會帶給一些基督 明白自身的在世界裏面 或者在上帝眼裏面 如果沒有耶穌基督的話 我們自身的價值是哪裏面 這個兩個彩項自己看看 看看哪一條路 你自己想走 那便 插掉了 不是 不是 說回你的復讀 我都覺得信仰其實很奇妙 有時候我都不知道上帝是否真的 我不可以說是冤枉 信了十幾年 其實有些東西是基於真理 為何一直都搞不清楚呢 而讓自己這麼被律法 可能叫做 去為了良心的掙扎 去捆綁 很不開心地做過基督徒 但是你回到教會 又要少少考對著人 說起樂 說蒙恩 這些都夠膽死說得出 但其實我有多起樂有多蒙恩 苦心自問 其實這麽多年來 我明白了恩信清義這個道理 就是剛才我們上集 所以說 當我沒有做 我應該做的 例如讀經靈修那些事情 我仍然覺得 上帝是愛我的 我已經得到救恩了 上帝的恩典已經臨到我身上 我已經是異人的時候 我反而會更有動力 繼續繼續去讀經靈修 而忘記了我昨天前天 沒有讀經靈修那些 我覺得是不好的東西 那我更加有力量去做 現在我會很開心去看前面的路 就不會被後面的包袱 摘得很辛苦 然後又去參加培靈會 又或者去參加祈禮會 希望在當中得到一些 所謂解脫 這個生命的循環 我覺得現在我有少許釋放了 這個我覺得是很開心 就是很開心的基督徒 真是順利給我們一個很豐盛的生命 我也挑戰大家 當你看見自己的罪的時候 我們有兩個選擇 我不是說拜誰 我只不過是把生死的路 放在大家眼前 大家自己選擇 我只不過是自己選擇 我只不過是自己選擇 你見到自己犯罪的時候 很多時候可能已經是 Present Perfect Tense 就是剛剛做完的事情 就是 你之前的十秒 或者之前的事情 有兩個選擇 就是我會用我的力量去轟低它 但是如果人類可以靠自己的力量去轟低自己的罪 我們也不用耶穌基督十字架幫忙 人是用血氣能夠勝過自己的血血氣嗎 很可能 很可能的 但是如果我們靠上一個聯盟的時候 我就覺得這樣就好像很不Man 也挺的 不Man 我想是事實 因為或者 我假設一下 大家是相信自己是一個罪人 不斷地 放大地相信自己是一個罪人 能不能夠幫自己脫離罪惡 如果再難一點 假設我不斷相信自己是一個乞丐 我真是乞丐 那你能不能夠擺脫你乞丐的生活 你不斷地相信自己是乞丐 如果反過來 你不斷地相信自己是一個 有能力在社會裏面有貢獻的人 但是你沒有社會貢獻的人 你現在有些落差 你是一個罪人 但你相信你是一個疑人 你恩信千義是簡訊的 但如果你因為十字架這樣去信 射臉和上帝給你一切的恩典去相信 你這個信 我不要說奇怪怪的那些超自然的力量 我們就用我們基本的思維 如果我相信我是一個乾淨的人 或者其實我是骯髒 但是我相信我是乾淨的人的話 我會不會慢慢的生活和思維都鐵近一個乾淨的人 一定會 所以其實如果我們相信恩信千義的源頭 是信錯了某個位置 我相信了自己的話 自己能不能夠勝過自己想勝過的罪 其實沒什麼可能 因為你能夠勝過 你能夠勝過 人是否要在基督面前 實自革命 忘記了自己的剛剛錯錯的作為 才可以勇敢去生死的一步 我覺得生死是很重要的 不要計算太多婆媽數 好好地去愛你身邊的人 好好地去祝福社會 好好地去做多些有意義的事情 其實使徒也跟我們說了一句話 愛能夠遮掩他的罪 他不是說要我們用不再犯罪去勝過罪 他說要用愛去遮掩你的過錯 過錯我們可能會繼續去的時候 但是會不會有些價值的事情 我們更加能夠去做 感動大家去接受這個福音 因為福音本身就是 折納罪人的福音 如果我是罪人 罪人我便被折納 那我為什麼要做到不是一個罪人 才好像被上帝折納 然後你把福音告訴別人的時候 你就要表達到好像 你不是在一個罪人上帝折納罪的時候 那別人信了的時候 可能又信錯了 以為這個是把口折納罪人 卻不折納罪人的福音 到時我們這麼困難的時候 我就說 不信的人怎麼信呢 信的人信了些什麼 這些很call的事情很奇怪 這些一切的路 放在大家面前 我們大家都知道很多江湖市 江湖市的確存在 但是我們妥不妥 竭於江湖市 是我們每個人的選擇 我們今天分享到這裡 還有什麼想跟大家說 好 堅持自己領袖所相信的東西 是的 這個世界實際太多資訊太發達了 很多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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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事情是合理的 就真的合理的 真的假不了 真的假不了 大家眼睛開了就 噢 好不可以作喪水令 希望大家有個開心的weekend 開心一點回到教會 多拍一些漂亮的照片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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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